你也被吓坏了吧 那可不是嘛 突然打个电话过来 交点后事 我真的少给他吓死了 到现在都睡不着 好怕 要不然 我明天飞一趟 你过来干吗 就 过来看看你 我 我开玩笑的 我 我开玩笑的 我这刚送走你之前 介绍那个团建的公司 这两天又在忙着卖洋芋 难有时间 挺忙的 开玩笑的 那我要在北京真有事找你 你来吗 来 我认真的 没开玩笑 那你去忙吧 早点休息 好 那你也别胡思乱想啊 明天还得去医院照顾表面呢 对了 你送我的梨子 放一放更甜了 多好吃 梨子吃多了 伤脾胃 好吃也少吃点啊 挂了 好 好 好 我 你 老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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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你快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别着急慢慢说 怎么了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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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成了 书店 书店再给我打电话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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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这边要上 必须要吃点 吃点生物气 吃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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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是啊 终于拿下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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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应该同心吗 这里面有你那份功劳 你的功劳多啊 余苗村内经营的好 都是你功劳 许宏道 嗯 如果 我是说如果 等这两年书店建成了 这边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等以后 酒店和民宿都建得过来 一切越来越好了 你能不能 能不能考虑一下 过来发展 那我能做什么 现在肯定什么都没有啊 发展前景也不明了 我只说以后 好 当然啊 你不考虑也没有问题的 北京呢 确实可能 有更好的生活啊 而且机会也会多一点 我 我就是问一问 我考虑一下 真的 我以后不像你 整天开玩笑 我哪有老开玩笑 这人真是 那个 那没什么事了 我早上做的饭还没吃呢 嗯 行吧 那我接着睡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拿着了 那个你睡吧 睡吧 挂了挂了挂了 你放在楼 你好 我叫谢 你好 我叫许红豆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吓着了 吓着了 谢这摇啊 你不会吧 激动得要哭出来了呀你 你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不突然呀 我都考虑好久了 你就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想看看你什么反应 那你干嘛通过手机屏幕看我 我在录像啊 是你怕激动得哭出来吧 你哪儿来的自信啊 你看看你的造型 我昨晚没洗头 看出来了 我平常天天洗头的 姐这摇 我认识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怎么来了 我啊 还不够明显吗 我来看民宿 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考虑来这儿发展 你之前不是说 等书店建好之后 可是现在价格好呀 是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韶花书建起来之后 肯定就能带动发展嘛 那就水涨船缸了 我既然有第一手的内部资料 我现在不下手 我等什么时候啊 等房租涨价啊 你要来开民宿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 创业可是很有风险的 谢谢关心 我已经找到合作伙伴了 谁啊 暂时保密 欢迎我加入呢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不欢迎算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不欢迎啊 只是我现在还有点 萌 嗯 你行李呢 娜娜帮我放回小院了 好 你跟黄星星说一下 这个民宿别再让别人看了 价格呢 就按之前你跟我说好的价格呢 嗯 行吗 好啊 刚好我一会儿要去村委会 我跟他说 那 你先回小院 嗯 今晚我来安排 你安排什么 吃喜 快点? 欢迎回来 我要见